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先從電腦端開始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Ditto的 剪貼布加強 反正自己的剪貼布自己就啦 那你從右手邊這邊 剛剛有提到 從這邊 你把它下載下來的時候呢 各位應該會類似像這樣 放在下面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 我們電腦面其實有裝 可以解這種7-Dip的 可是 預設它那個圖示是不能認識的 你可以先按旁邊這裡 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 按這個三角形 你把它在資料夾中顯示就好 那你這樣你就知道它放在哪裡了 這個時候你按右鍵 各位的應該是有一個叫做7-Dip 有一個 7-Dip的那個 選單 那它就可以解壓縮字詞 有一個解壓縮字詞 你就從那個選單7-Dip 然後進去 像這個一樣這樣進去 然後再 分 解壓縮就可以 解壓縮完之後 比如說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它解壓縮一下 檔案不大 那裡面呢有兩個版本 有兩個版本 好 您看一下 在上面 在這裡 點開 點進來 有沒有 32人跟64位元 那麼 如果你不確定你到底電腦是 哪一個 哪一種 就是64還是32位元 你就用32就好了 反正都共用 64位元也可以用32位元 也可以 點進去呢 這個不用安裝 所以你就直接執行這個就好 點兩下 那麼你會發現 在您的那個下面這裡 會多一個這個 有沒有 藍色的圖 多一個藍色的圖 那麼 預設的話呢 應該各位的可能不是中文的 應該不是中文的 你按右鍵看看 如果不是中文的 就從這個選項 就在 第二個選項 按一下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你就把它捲到這段就可以選擇繁體中文就好了 繁體中文 那麼 割回去 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資料夾放在電腦面具之後 唯一要做的就是 收集剪貼部要什麼時候開始 開機的時候就把你收集嘛 對不對 不然等你想到的時候 不好意思 沒有執行軟體 那就沒收集到了 這樣了解 所以 你唯一要做就是把這個勾起來 那麼下次開機 它就會 就會留在你 就會把你自動執行 而且這些剪貼部的內容 下次開機還會在 平常 各位 被微軟蹂躏那麼久都不知道嗎 微軟內建的 記性不好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第二個 下次開機就不見 比阿滋海默症還嚴重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裡面的 點開 之前的都會留著 這樣有看到了吧 你看我剛剛有做的是不是都在 而且圖片有沒有在 圖片也在呀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好 那我就等各位一下 請你先執行一下囉 我在想說 我剛才講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會在晃 我剛才會說的 我剛才是有個 我剛才說的 他們說的